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面向特点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耳朵的位置非常的高 耳高于眉 我们说耳高齐眉的人 是非常聪明伶俐 那么常见于很多一些颜值比较高的人 比如说演艺圈的一些明星 不管是男明星还是女明星 女主也是如此 颜值很高 耳朵很高 耳朵高的人聪明伶俐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 如果是耳朵太过高 已经超过眉毛很多的位置 说明有一些小聪明 聪明过了头 智商偏高 情商偏低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五官精致之人 聪明敏感 但是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自恋的倾向 在一些场合 过于在乎自身的想法 偏自私 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平常在一些身边的朋友 他都是以他为中心 所以面对一些陌生场合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的会有这种惯性 就会让自己很少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 情商偏低 这就是智商偏高的人的一些通病 我们看女主也是如此 这个眼神能量很强 动察力非常强 并且智商非常高 这类人 五官乃是偏立体 五官精致立体的人 往往心思比较细 会容易比较多的考虑细节方面的问题 但是这是智商的一部分 动察力也非常强 但是情商偏低 容易漏锋芒犯小人 我们说看一些面骨开阔之人 非常均衡 骨肉均匀 面骨开阔的人 并且五官比较大气的人 通常智商 通常情商会比较高 会说话 会看场合 会审时度势 也能够察言观色 通常五官比较精致的人 比较在乎 思维格局比较小一点 思维格局 纠结眼前的一些得失 比较在乎细节 容易多思虑 同时我们看眉压眼 而且眼窝深陷 容易多思多虑敏感 我们都注意到 在他的眼尾 腹肌宫的位置 有一颗痣 这个痣容易伤姻缘 并且田斋宫 被眉毛压得太低 所以显得田斋宫 太过窄小 根基容易不稳 青年时期容易动荡 包括他的感情婚姻生活 也容易起伏 容易出现一些烂桃花干扰 本身颜值也比较高 面容交好 有一些烂桃花侵扰 自称也是犹豫不决 面对一些感情选择的时候 容易多思多虑 决断力不强 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 到了中年婚后的时候 运势会慢慢渐长 鼻全得配 鼻高龙有肉 鼻头饱满 并且颧骨饱满有肉 中年夫运足强 财运也比较旺 中年得运的一种面向 但是鼻见棱角 鼻见棱角 包括腮骨 耳后见腮 这种人容易漏风 就有一些 比如说自己取得一点小成就的时候 容易自满自足 容易漏风 犯小人 这是一个 城府不深 并且容易偏敏感 整个大局观不够开阔的 一种面向特点 那么还有就是 我们看这个人中 比较深 子是风 双唇饱满上翘 心态是不错 并且有口福 下巴烧尖一些 晚年容易为众多的子女忙碌操劳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一种 偏筋骨质 少成腐 智商高 情商偏低的一种面向特点 运势 有好有坏 有利有弊 中年行好运 青年会动荡 晚年又会陷入孤苦的境地 腮骨太突 耳后健赛容易叛逆 比较固执 从眉眼的格局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感谢观看